12月29日 汪小飞带新女友现身机场 女方身份曝光 迅速引起网友热议 当天汪小飞似乎身体不太好 咳嗽不断 女友一边过安检 一边还关心她 汪小飞也是对女友百依百顺 笑容满面 满脸幸福 有网友爆料 女方是演员林妙妙 但经过查证 她的真名是刘梅林 90年出生 比汪小飞小九岁 来自吉林 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 刘梅林从2008年开始演戏 参演过多部电视剧 集中在《三生三世十里桃花》中 饰演小神仙之夜 刘梅林的外貌没有太大变化 但气质却有了很大的提升 从一个甜美可爱的女孩 变成了一个高冷优雅的女人 刘梅林在2018年后 就很少在娱乐圈露面 最后一部作品是与秦兰 文力合作的电影《前任局终局》 如今 她以汪小飞的新女友的身份 重新出现在公众视野 让人感到意外 其实早在9月份 就有网友在汪小飞的直播间 发现了一位长相像张阴影的女子 原来就是刘梅林 这次 汪小飞带着刘梅林回台北过年 看来两人的感情 已经得到了家人的认可 对此 你怎么看呢